Miradio Miradio可以說是香港歷史最悠久 最有影響力的網台之一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Miradio 支持的方式很簡單 我們有直播的時候 大家記得按時收看 重溫在YouTube頻道 還有記得訂閱Miradio的YouTube頻道 最重要的是每個月記得要交月費 還有我們的電子報、瘋狗日報 每個月200元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支持Miradio,就是支持你自己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就請到 Mi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iradio.hk節目月費計劃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言 身體力行 隔空發工 毓民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一個星期內 就會邀請這些曾經提過 不同形式 或者不同運作的平台的有心人 消息說林鄭月娥會在星期六早上 在麗賓府和這群有心人會面 獲邀的包括政協常委唐英年 運防局前局長張炳良 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 天主教香港教區中座處理湯漢書記 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 港大微生物學 講座教授袁國勇 商台主席特別顧問陳淑薇等等 林鄭月娥在星期二提出建立對話平台 張炳良當時還未獲邀開會 消息說週末的會議屬於籌備性質 會談用什麽形式溝通 請什麽人 消息人士相信談完籌備 不用等很久 就會正式成立對話平台 到時不同政見的人士 都可以參與 第二次 這個所謂對話平台 其實消息出來之後 我寫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就叫做溝通什麽 這些是政治溝通 英文叫做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政治溝通有三個要件 第一 就是與誰溝通 即是溝通者 第二是怎樣溝通 溝通的平台是什麽 你可以是傳媒 譬如我們用一個研討會 也有 但是全部都要公開 是吧 你關閉門 你自己在說溝通是什麽 第三就是溝通什麽 這個主題是什麽 你說對話要消除分歧 減少社會撕裂 重建秩序 那這個就是溝通什麽 不行啊 大哥 如果大部份的人 新水新汗 五次大規模的遊行 提出那五大訴求 你現在可能不知道五大訴求 你是完全沒有回應 那才是溝通的主題 是吧 所以 現在再說 就是這班人 我罵你吧 基本上全都是建制派 除了 一個天主教 湯漢 湯漢之外 其他全都是建制派 罵你前大康 不是建制派 這個濕溝校長 是不是 這個浸會大學的校長 跟學生對話的時候 你看一個醜態 是不是 還有那些段崇至中大的校長 你找大學校長來學嗎 香港的大學校長 基本上全都是垃圾 現在我所說的 OK 一個反對派都沒有 是不是 你整式整樣 你和你非 李柱銘為什麽不找 你真是 很簡單 吳駭魚這些你不找 是不是 吳駭魚 至少他現在 起碼在整個泛民主派裏面 他都是比較有公信力 以及得到人尊重的 是不是 即是公民黨就出了兩個人 一個吳駭魚 一個叫湯家驊 兩個極端來的 是不是 那個人真是正氣 沒得談 即是有得看的 有一個track record 那這個是虧人來的 眾所周知 那你找這班人 你是在談什麽 你告訴我 他們可以代表我們嗎 他可以代表這些 就是勇武抗爭的年青人嗎 是不是 即是浪費 所以我那天就寫了一篇 就是說 你的說法就是 當一切平靜之後 就展開對話 那現在就說要馬上 即是去建構一個 平台 對話平台 那這些全部由英文變成中文 是不是 那你現在所謂 即是老實說 我們讀政治的人 或者我讀傳播的人 那我們很清楚 政治呢 其實 政治問題就一定是政治解決 是不是 政治問題不可以法律解決 你今天政治問題是法律解決 狂逮捕人 他很暴動 是不是 你 政治問題就政治解決 而政治的過程呢 就是communication 就是對話 OK 簡單 即是 鬼佬說的 political is politic is is talk 是嗎 你就是要靠說的 其實是 都知道 原來我好人愛你 哎呀 我好人討厭你 說的嘛 大哥 那個就是對話 溝通就要靠對話 對話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立場 而且大家會有偏見 所以另外一個基礎就是 第一就是那個談判 或者溝通對話的立足點 是要平等的 OK 要這樣才行 你說互相尊重 是不是 你怎樣互相尊重 你從頭到尾都不能尊重你的對手 已經是 是吧 蟑螂 就是說我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會沒有曾俊華份呢 曾俊華不是有心人 他剛剛才寫了一篇文 很長的 然後 就是拍攝了 播出來了 那就呼籲 就是要和解 大家要坐下 要對話 要寬恕 要包容 說這些東西嘛 那他不是有心人了 那你林鄭月娥一定不會找他 因為你很討厭他 林鄭月娥 我所認識的林鄭月娥 我認識了她這麼多年 她是一個什麼人呢 她說對於 就是說對她有意見的人 的意見她永遠都不會接受 她一定是 她跟我講過很多次 有一次她說王永平為何寫文章罵她 因為王永平以前跟她有過節 她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這個女人永遠都是這樣的 給她這麼大拳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她是大糞便了 我告訴你 她是一個很記仇的人 大家都說梁振英忌仇 忌極而今就打飛機 是吧 你不要這個女人 經常在Facebook打飛機 是吧 連這個浸會大學學生會 會長英文不好 她都拿來打飛機 然後又問了錢大康 你那些學生要怎麼收 你快點死吧 那麼多人死就不見你死 你回去教女兒就好過了 約你去街上 現在寫信恐嚇一些英國國會議員 然後又不認認 是吧 這個人基本上是殘廢的 我告訴你 你看到她現在 經常在Facebook打飛機 那種這樣的姿態 和那種不堪 你就知道 在香港被她管治 五年期間 她所做的壞事有多多 是吧 你看到的 那個人的心態 你看你一落下來了 那些所謂就是這樣的 你說她在這裡的時候 所以我是第一個說的 我告訴你 我說這個是暗家產來的 這個是拘捕梁天琦的人 去坐牢的人 是嗎 是你一手製造 其實林鄭月娥真是多虧她不少 如果不是她2016年 2014年 是吧 搞了兩件大件事出來 令到那些年輕人 全面性 即是你可以有一年輕人 在這個世代 九十後千 你是完全失控的 你明白嗎 是沒有人會支持你的 你是令到香港向後倒退的 如果用那些愛國愛港的人的標準來說 你梁振英加上林鄭月娥 就是令到香港脫離中國 至少在意識形態上 脫離中國的元兇 我告訴你 我每次見到那些所謂民族主義者 或是經常跟我說 要問我們大家中國人 幾十歲 我們都希望中國好 說這些話的那些人 他不是壞人 我就會告訴他 為何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會跟中國越走越遠 不是跟中國共產黨的 只是跟中國越走越遠 原兇就是 你梁振英 還有這個林鄭月娥 現在 是嗎 本來都是越走越遠的 為何所謂回歸二十年 香港人人心都未回歸 這就是共產黨自己要反省的東西 OK 至於 惡化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絕大部份香港年輕人 都不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去到這個地步 然後你就有港獨份子 數來數去就是梁天琦 當你在坐牢 然後就這些 喂 楊逸朗的都叫做 叫做港獨頭目 然後跟李卓仁的女兒玩3P 這樣的事情都做得出來的 那些片都去 那些照片都去播出來的 你這班這樣的藍絲 這班這樣的漆頭 那樣又不是李卓仁的女兒 那樣貌似楊日朗 她的照片又不是她 吵你落尾 都可以這樣散發在網上 我就踢爆你 有人傳給我看 就立刻給我吵 是嗎 就是 那些人做到這樣的地步 那些人 是嗎 好了 說回來 那這些人 喂 你說她是港獨頭領 吵你了嗎 那些人 在香港搞甚麼港獨 你告訴我 可以搞到甚麼出勁 但是你要吹大它嘛 吹大它 香港真的有港獨 是嗎 又有軍火庫 吵你了嗎 如果你是真心相信的 那你也是這樣 如果你不是真心相信 你明知是假的 你要吹大它 你是混蛋 很簡單 就是兩件事 要不就是混蛋 要不就是白痴 是兩件事而已 是嗎 即是你繼續吹香港港獨 有多厲害 又有軍火庫 又有武裝 又有外國勢力的支持 你繼續吹 你這些中共的喉舌繼續吹 只是反映兩件事而已 一個就是你狼心狗肺 你以為你造假 是嗎 你陷這些年青人於不義 要找藉口 將來抽後算帳 去對付這些年青人 你就是狼心狗肺 第二 你真心相信的 你就是你判斷錯誤 你就是白痴 沒有第三個 沒有第三個 已經是可能性的了 所以去到 有時我們在想 作為一個 現在 叫做 在世界上的極權主義來說 他也是叫做有系統 系統化 以及可以長期 繼續高壓統治 都行得通 一個這樣的中國共產黨政權 原來很多時候 其實都是白痴 你一直欺負門下 你不就繼續錯誤判斷等等 幸好現在出了一個 我還想看過他 叫做Donald Trump 你不就暈倒了 I am chosen by God 他又學了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上帝的天主 選了他 要選特首 哇 他那個天主真是大禮王 他那個天主 其實就是 製造了一個魔鬼 就是張顯著天主的威力而已 天主選了一個這樣的賊婆 搞得到現在的樣子 然後他就選擇 他就選擇特朗普 特朗普早就選擇了 你不就跟習婆 那是不一樣的 特朗普 做總統開始就已經是 他意思 其實都是為了選舉 現在全世界 對抗中國 就是靠我而已 就是這樣 但是你看回美國的政治 就是在一個意識形態來講 共和黨一向都是反共的 不過在不同時期 那個反共的意識形態 就是都有 就是強弱之分 就是共和黨一向都是反共的 不是今天的 說這些就叫做曬救氣 說回這個所謂的對話平台 就是我們就不存厚望 那當然有些人就說 是 起碼他都… 成績成績 做一下樣子 做一下樣子 但是你找這群人做甚麼 要想甚麼 這群人可以接觸到年輕人嗎 所以你看到曾鈺成最近的言論 都相對比較阻礙了 是吧 你沒辦法的 其實共產黨就是這樣 你一天進入了這個系統 不能搞的 好人變壞人 壞人變得更壞 休息一會兒